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画水仙吧 背景先选个色 新建指纹涂层模式为线性加深 笔刷选,国画二宣纸 一笔图完不要断 画画半个笔刷用,国画三拌竹叶 笔埃油轻倒重再轻轻提起 涂抹工具涂抹下花心的位置 用画花瓣的笔刷画画半背面 不满意的话,可以用液化工具微调画半的形状 画花心部分 双指快速又滑,按而发锁定花心 稍微给花心上个浅色部分 新建线性加深涂层 强化花心的立体感 再新建一个涂层 画上花蕊 同样步骤画完第二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参照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菇豆的绘制方法也是一样哦 花菇豆画胖点 胖胖达比较可爱 懒得重新画,就用液化工具调整花菇豆的形状 画花感的时候粗的地方比压加大,细的地方就轻点画 叶子也是不可以一个笔牙来画哦 清建一个涂层画稍远的叶子 哎呀,感觉这里好空旷呀 加一朵含苞预放的花朵吧 还是那个配方 远一点的花瓣用降低涂层透明度的方法 看,这样是不是一朵花的立体感就有了 在前面很久 加个简简单单的叶玛 这里重复之前的方法都绘制一枝花 底部涂抹下边缘的颜色,融合到底涂里 非常好用的液化工具,调整形状,不用再画一次 适合我这样的懒人 提字 盖章 优化完了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